当事人对电信诈骗知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而且他自称自己是没有收到电信诈骗 警方经过研判觉得林女士没有说实话 民警立马上门进行核实 最近有没有一笔转账 你是诈骗的 转账五万块钱 我自己转的 给哪里转的 我从那个手机上转的 往哪里转的 转哪里的 转给我们朋友的 什么朋友啊 什么朋友 为什么转这个钱呢 他为我借的呀 这已经不是被诈骗的吗 不是的 你放心吧 我自己转的啊 自己转的啊 对 如果不是我自己转的 我肯定自己都报警了 林女士告诉民警 钱是转给朋友的 如果自己遇到电信诈骗 肯定会第一时间报警 但民警还是不放心 你说不认识 或者说你这样投资 或者理财什么 你转过去 这个你要跟我们实话实说的 没有 就是普通借钱了 对 你也没有说涉及到什么 投资啊 理财或者买什么产品之类的 没有 我刷单 给你刷单 没有 没有 确定没有被骗的啊 没有 确定没有 没有 那个朋友给你过去买好的 还是怎么样 认识的 不认识的 我不会给他转钱的 林女士多次表示没有被骗 叫民警也不要小题大做 到了第二天 他真的报警了 转了多少钱 30 30 是投资大是什么的了 里面怎么操作的了 这现在进不去了 现在这个就进不去了嘛 这里面做什么呢 炒股是干嘛呢 对 跟炒股差不多的 跟炒股差不多的投资 他本身跟网友 那么进行了一个合作的一个投资的 说是一个项目 其实是一个电影诈骗的虚构的一个假的一个项目投资理财 经过梳理 林女士三天之内一共转给那个所谓的网友28万 其实在我们第一次打电话之前 这个当事人他已经把最后一笔转账的款项已经全部打出了 在这个过程中 对方还告诫林女士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投资的事情 一定要保密 千万不能告诉家里人也不能告诉警方 他这个没有怀疑呢 当时呢他可能因为收益还是比较丰厚的 那么当时也没有产生怀疑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